每天你不管什么晚上或者是早上或者是中午 你最好做九口的神水法 九口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到 口比较干 没有水分 晚上特别水分特别多 有那种感觉 你早上的时候起来 没有水 你也要引那个活水来 那个时候你把舌头抵住牙红 稍微转几天 稍微转几天 最好你能够静下来 安静下来 因为一安静下来 你那个水分自然会流到你 流下来 你不安静下来 你很烦躁 你火就会干 火气就会大 就这火灶 你能够安静下来 你这个水自然流下来 所以称为静的时候是阴 叫做阴即以阳身 动的时候是阳 阳即以阴身 都有阴阳在里面 那你如果能够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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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舌头抵住你的上额 自然有这个神水 慢慢地流 流到你口里面 满 这就变成一个昏迷物 你昏迷物的时候 你经常这样子 然后用舌头去搅动你那个唾异 在道家讲 这个叫做义义凡丹 义就是甲宝玉的玉 义就是义体的义 凡就是回气 丹就是佛性 义义凡丹 这个义义凡丹 你把它每天这样子绕绕绕绕绕 绕了一天至少要九次 到二十一次绕 它满的时候 你用舌头搅动它 变成一个泡泡 然后把它咽下去 咽到胃里面 你如果有胃病的 常常这样子做 胃病就会好 说也奇怪 这个就是你身中的药 你自己不知道 不但胃会好 肠子也会好 不但胃肠会好 它吸收了以后 胃必吸收了 跟肠子吸收了 它就分送到你的五脏 慧部属经 肝属木 心属佛 逼位属土 圣属水 昏迷到那里去 你的五脏六腑 通通通受到滋涨 你就不会那么快的 这个什么胜衰竭 这个败血症 或者会出问题 或者是肝 肝火旺盛 或者是你的心脏不好 怎么样子 通通通都滋润到 每天要吞二十一口 九口到二十一口 随便你怎么吞 这个就是神水法 来就算针吗 通通通都滋涨